我们是武汉市江安区回忠社区的居民 今天通过社区团购买了这么几样材 大家先看一看啊 我们先浏览一遍这么几样材 我们然后再一个一个的介绍 第一 这个上海青 可以说这个上海青是非正宗上海青 也就是说是杂种杂藏青 但是他买给我们的两斤上海青 买给我们是十块钱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有墨材 我旁边放了一个池 我旁边放了一个卷池 这个有墨材的厂头有55公分 55公分 它同样也是13块钱两斤 这种材应该说厂了这么成头 根本都买不去价钱 但是这两斤才13块钱 这个蜗菊两根蜗菊10块钱 也是两斤蜗菊10块钱 是吧 这个蜗菊的厂头正常 但是这个价格是5块钱 番茄 三个番茄8块钱 三个番茄8块钱 这几个洋葱10块钱 这个头头8块钱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几个葱姜山 这几个葱姜山 这是五个小米椒 那么一节大葱 两个大山头 一块生姜 这个活起来12块钱 这几样材活起来是70块钱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材的价格 跟正常的超市的价格是不是相符 会这样说 第一 这个有莫财 像长的这个厂头 根本就是买不去 加起来 充其量就是1块钱 可是现在 由于疫情期间 政府只顾抓疫情的那些病人接受 去忽视老婆心的生活 这么长的财 卖的我们还要6块5亿斤 你说这样老婆心是这么个活法 我们先不谈 外地捐赠给武汉市的菜到哪里客的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菜的价格 说实在话 我们不卖 我们没得钱